大家好 这个很多人很解气的啊 很到位的一针见血 来这个讽刺这几个小粉红啊 碰瓷那个英国钢琴家K博士的 来自福建的说真的好丢脸 自己管不好 还要管别人 来自浙江的说 刚开始就说是中国规矩 哎 对了 他说啊 你这个给我拍进去违反中国法律 他是这句话触怒了那个K博士 对吧 你回中国去 这是英国 对吧 这应该是按照英国的法律来的 然后又说自己也是英国人 后来又说啊 是吧 人一说你是共产中国 共产中国 你是共产党 他又怒了 他又说啊 我是英国人 他来回的就叫利益通吃 赢家通吃 来回的摇摆 其实一个人建立你的价值观 建立你的效忠对象 就像很多中国人 你到了美国 你要入美国籍 你要宣誓 但是有的美国人入了籍 好像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在美军里边服役 还被中国的情报机关策反 还提供了美军的部分机密资料 机密文件给了中国 这个人好像被判刑了 对吧 你要不然别宣誓 对吧 要不然你宣誓 你就应该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而不是说阳奉阴违 说一套做一套 骗人不诚实 这是重大的人格缺失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 这么怕 别出门啊 是吧 说这个估计有问题 这是上海人说的 然后广东人又说了 有问题 一反常态 国内要查查 是不是贪官啊 你的身份有没有问题啊 后来发现他们是凤凰卫视的 凤凰卫视就叫第二CCTV 第二央视 是吧 然后说了 霸道无下限 这也是上海人说的 在上海的IP地址 然后中国又吹牛了 说再创历史新高 我国202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就是13908.2亿斤 是吧 如果是2000吨 2000斤是一吨的话 那么它这个是6.5亿吨 6.5亿吨 是吧 6.5亿吨 那么14亿人口 那平均每个人才半吨 每个人平均差不多都不到500公斤 不到500公斤 这个粮食呢 还包括了饲料 有很多不是人吃的 是给了牛 羊 马 猪 是吧 给这动物吃了 另外有一部分酿酒了 是吧 可能还有其他的用途 是吧 所以你想想 那平均一个人 是吧 刚才是不到500公斤 400多公斤 对吧 如果14亿人口是真的的话 就是中国的各种统计数字 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但是可以肯定 几乎都是假的 但是假多少 就像一个人说谎 天天说假话 时间长了 自个都信了 某些骗子 是吧 各行各业的骗子 是吧 首推是官场的骗子 官员骗子 还有什么隋广义呀 还有某某人呀 是吧 这些大忽悠 对不对 包括什么许家印 这不是骗子吗 对吧 这数字 那年一说查粮库 黑龙江啊 吉林啊 东北那边呼呼呼就着大火 人家有人说了 粮库不可能着火 都有 是吧 设计的时候 包括消防器材 粮库是不可能着火的 为什么着火 这中间 是吧 你可以想象啊 还说这个粮食 比前一年 多了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十多一斤 再创历史新高 老是好的 形势没有不好的 成绩没有不伟大的 连续九年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 啊 这个中央什么新闻电视广播总台 是吧 反正我知道中国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几到百分之三十的粮食是需要进口的 你像那个金龙鱼那大老板 那大老板郭贺年家族 他儿子郭孔城 差点取了邓立军 就是那个国贸大饭店也是他们家跟外经贸部现在商务部信息中心合资的 然后金龙鱼的油啊 有金龙鱼 有什么 它是一个系列 啊 那好多鲤鱼 反正一个系列品牌 原来我卖他们的油吗 啊 这个还有香格里拉大饭店 还有方便面的厂子 啊 还有糖网 他们是东南亚糖网 有几百万亩的甘蔗园 榨糖 他们家还有远洋船队 他们家一家金龙鱼 郭贺年家族 一家就占了中国每年植物油进口的差不多40% 对吧 还有大豆 你不得买美国大豆吗 那刘鹤到美国挤出来的笑 在那个川普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买大豆 他都说错了 他英文也不好 说一天就要买几百万吨 说错了 美国也没有那么多大豆啊 你就是能买 他也生产不出来啊 但是是要多买啊 要平衡外贸 平衡这个逆差 是吧 让美国啊 美国大老板高兴 还是怂了 怂了 是吧 原来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大豆进口的啊 那个我们是中商集团 然后北京的一个分公司啊 那个商业部的嘛 就是那个 我们那会从秦皇岛 那会是巴西或者阿根廷 一船几万吨啊 然后再倒腾出去 倒卖 中间赚钱 那会商业部的中商 还有外经贸部的中粮 这两家可以那个给批文 给许可证啊 这是特权 我们那个总经理 他是那个商业部 原来财快私的财务私的 一个江苏无锡人 后来还跟我耍赖了 答应给我的钱不给我了 我们俩还闹翻了 我找的是公安部部长 最高法院院长刘富之的儿子 还找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 原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这两个人 刘富之的儿子是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会长 我说那个徐家丽是副会长 两个人帮我忙 是吧 汪文斌又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叫战狐 他不是战狼 他是个狐狸 他说了 说这个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有增无减 但事实上是大量的离港潮 香港的精英 是吧 这个专业技术人才 大量的离开香港 他当然不能承认咯 他还说特区政府引进人才计划 共收到了20多万份的申请 就是去年 其中超过12万份获批 其中有8万人已经抵达香港 真的吗 也许 是吧 那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中国内地的 或者是一些欠发达的落后国家的 是吧 如果香港有好的政策 可能他们愿意填补这些空缺吧 具体的咱们不知道 因为中国这些数字 因为香港的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来管的 香港没有权利 他到底真的假的呢 我倾向于是假的 因为他们说谎说太多了 有什么事 那就是假的 我们要不要互相递 所以我们要不要互相递